1943年秋,朱老总站在院子里,看着已经秃头的苹果树,有些纳闷 前些天明明满树的苹果,最近怎么少了这么多呀 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时,陈契涵悄悄告密了 是陈庚和陈细莲那两个小子干的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陈庚和陈细莲那是老相识了 在厄狱晚时期就很熟悉了 虽然二人职位不同,性格不同,但还是处成了铁哥们 陈庚也常常的以好大哥自称 1943年8月,二臣应上级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 恰好又分到了一个班 一直闲不住的陈庚总是拉着陈细莲到处串门 一会儿去毛主席那拜访一下,一会儿又去周总理家逛一逛 但陈庚最喜欢去的还是朱老总家里 除了朱老总宽容待下之外 最重要的是他院子里有一个长满了果子的苹果树 远远看上去别提多诱人了 而为了能吃到苹果,陈庚和陈细莲还用上了计谋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为了能成功吃到苹果,陈庚立马想出了馊主意 他交代陈细莲,先去朱老总屋里吸引注意力 自己则留在院里打苹果 陈细莲照做,借着请教问题的由头,吸引老总注意 而陈庚则在院子里面开心地打苹果 看着这满地落下的苹果 陈庚满意地敲响了朱老总的房门 一进屋,陈庚就一脸惊讶地说 哎呀,西连老弟,你也在这儿啊 陈细莲立马配合 在三人说了几句话之后 陈庚和西连就要告辞 朱老总将他们送到门口时 陈庚又一脸惊讶地说 老总啊,这树下咋掉了这么多果子呀 朱老总则十分大度地表示 那既然都掉下来了,你们就捡去吃了吧 从这之后,陈庚和陈细莲二人 就常常去老总家偷苹果 而当陈细涵告知真相后 朱老总也不生气 反而笑呵呵地说 就陈庚这点伎俩我还不知道 然而谁也没想到 这哥俩打打闹闹 后来还成了连金 具体是怎么回事呀 我们接着往下看 时间来到1949年8月 陈细莲正准备带领部队挥师大西南 指挥部正在整理文件时 陈庚带着一位姑娘 风尘仆仆地闯进了陈细莲指挥所 第一句话就是 胖子,你看这姑娘漂亮不 陈细莲看着有些愣神 陈庚立马说道 这是我妹妹 你相中了就给你做老婆 陈细莲说 谁不知道你有两个妹妹都嫁人做妈妈了 你哪有妹子嫁我呀 再说了 你有这么漂亮的妹妹 陈细莲的一番话 直接把姑娘的脸说得痛红 陈庚则一脸正经地说 这真是我妹妹 王庚依的妹妹 王玄梅 陈细莲听后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但在陈庚的助力下 陈细莲与王玄梅也在不久后洗劫连礼 两兄弟也因此成了连锦 在陈细莲的婚礼上 陈庚还打趣地说 我先是同志 又是战友 做过同学 当过哥们 如今又成了连锦 那真是亲上加亲啊 而陈庚和陈细莲的革命战友情 也成为了我军当中的一段美好的佳话